自家疫苗沒通過EUA 让联雅生计董事长王长宜打贪遗憾 他在疫情期间推国产疫苗 后续又因为和女儿的经营权之争 夺此登上媒体版面 近期被镜周刊爆料 出现财务状况 有多次跳票记录 10月有比200万的退票 利优是存款不足在月底清偿赎回 另外他的王长宜投资有限公司 有四笔退票记录 9月有张是1000万 另外在12月8号 有三张20到50万的支票退票 利优同样是存款不足 投资的过程里面遇到了很多的骗子 有些已经很明显的违反了重力罪 在这个1000万的部分 我们选择不去做清偿 是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切到 拿出多张清偿赎回的单据 澄清并非跳票 有清偿就不会被银行拒绝往来 另外镜周刊也提到 今年集团的联合生物制药 在法院有多笔支付 嫁金货款或支付命令的记录 债确认或原告 有科技医疗器械等公司 金额从万元到上百万都有 连亚生计集团声明中也提到 王长怡的房产文件也被骗走 已经采取法律行动维护自己的权益 华视新闻张环学沈丽荣台北报导 哈喽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